一座七十一米高的大佛在短短三十多年内近四次闭眼流泪 每次在闭眼流泪前后都会发生很多重大事件 而这座大佛的内部居然是空心的 并且不允许任何人进行扣拜 有网友说这座大佛很诡异 里面住着不干净的东西 专家在研究分析后给出的解释也让人难以信服 这一切的原因究竟是风水谜团还是人为导致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位于四川省的乐山大佛闭眼事件究竟有多诡异 特别生命 本期视频未经核实 仅供于乐 1962年一位附近的村民在乘船经过乐山大佛时 突然发现大佛闭上了眼睛并且流出了泪水 村民看到这一幕顿时心生恐慌 便赶紧招呼船夫想让船夫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确定下是不是自己眼花看错了 可船夫看了一眼后也露出了无比震惊的眼神 结结巴巴的说道 真的 真的闭眼了 慌忙中划着船就离开了此处 但这件事很快便在当地流传开了 人们纷纷猜测说大佛闭眼流泪是不祥的征兆 一定是有不干净的东西进入到了大佛的内部 随着这一说法的诞生 百姓们都变得不安起来 闭时间闹得人心惶惶 都不知应该怎么办才好 不过此事很快就引起了上级部门的注意 领导为了不引起恐慌 便派人对大佛进行了修缮 但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变得更加诡异 更加扑朔迷离 时间到了1963年 当地村民发现大佛居然又闭上眼流出了眼泪 短短不到两年时间 大佛先后两次闭眼流泪 百姓们都感觉极为不正常 后来便传出了一种说法 说大佛闭眼流泪 肯定是和几年前的大灾荒有关 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 全国出现了百年不遇的水灾汗灾 漫天的蝗虫又啃食了所剩无几的庄稼 百姓们都吃不上饭 饿死了很多人 为了生存只能挖野菜肯树辟冲击日子过的苦不堪言 大佛肯定是了解到了人间百姓的疾苦 不忍心看到百姓们受到如此灾难 才流下了泪水 不过这只是民间流传出来的一种说法而已 并没有什么依据可言 时间到了1976年 命名游客来到了此处游玩 在走到大佛脚下后 抬头望去 突然发现大佛居然在哭 吓得他直接就大喊了起来 其余游客听到喊声 纷纷围了上来查看 便用相机迅速地把这一幕拍摄了下来 这个时候 一位老人突然开口说道 大佛闭眼流泪 怕是又要发生什么大事了 而在这一年 我国真的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 几位重要领导人相继离开了人世 全国百姓悲痛万分泪洒 实力常见 1986年3月8日下午3点 宇宙中一颗巨大的陨石飞向了地球 在吉林地区的上空发生了大爆炸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 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恐怖的7.8级大地震 一座百年的工业城市 仅用了短短的23秒 就被彻底移为了平底 造成了24.2万人死亡 和16.4万人受伤 这一年也被很多老人称之为 最诡异的一年 时间来到2000年 乐山大佛出现了第四次闭眼流泪的现象 不过在这一年中 还好并没有发生什么太过重大的事件 但就当人们以为 这次大佛闭眼只是个意外事 到了2002年 却爆发了非典 这个就不多说了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随着前后四次大佛闭眼流泪 都发生了很多事件 闭事件流言四起 甚至有人把这件事 和超自然事件联系到了一起 上级部门为了避免谣言继续散播 便派出专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 最后也给出了相对科学的解释 专家说 大佛闭眼和超自然事件无关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 随着我国工业的不断发展 工业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污染 大佛三面环山一面环水湿气较重 工业污染会释放出酸性物质 这些酸性物质在和雨水结合后 就会形成酸雨 大佛常年裸露在外 遭到了酸雨的腐蚀 而大佛的内部是空的 眼睛处正好是排水孔 才出现闭眼流泪的现象 不过这一说法 很多人却表示 不能完全认可 随后有人问专家说 那为什么每次大佛闭眼流泪前后 都会发生灾难事件呢 还有大佛 为什么不让人叩拜 专家听人这么问 只说大家要相信科学 这只是个巧合而已 并没有再做出过多的解释 至于为什么不让人叩拜 也没有说出个具体原因 那么各位看官有知道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吗